新北汐止区下午金船瓦斯气暴 中心路上陀这家养护中心 发现一位年约30岁女子 有轻微的烧烫伤 紧急送往了内湖三种治疗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 这是警消来到现场之后为了安全起见 先将附近的民众进行疏散 消防人员再持灭火器进到养护中心 初不了解是因为 炊势不剩 导致排油烟管燃烧 但并不是一开始所传出的恐怖气暴 不过导致三人瘦身 一位女子的左手左脚 各有1%衣服掏伤 烧躺身 紧急送往内湖三种来做治疗 其他两人并没有大碍